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现在是2021年3月17日的星期三 我们来看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最新的信息就显示 欧盟成员国在3月17日就以迫害人权为由 同意对中国官员来实施制裁了 这个事情之所以值得关注 至少是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点,这是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 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 首次对中国的官员来进行制裁 第二个理由 这次消息之所以值得关注 是因为这是欧盟第一次大规模的使用 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 在去年年底2020年12月份的时候 这个法案在欧洲得到了通过 对于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来说 欧盟在和中国进行博弈或者说制衡的时候 手中多了一张牌 接下去我们就回到制裁本身 快速的来看一看 根据欧盟的外交官向媒体披露的消息 欧盟各国大使是批准了对中国四名官员 以及一个实体在内的履行禁令 以及资产冻结的措施 具体是哪四个中国的官员 什么样的级别姓氏名谁 以及这个所谓的实体的名称到底是谁 那么会等到3月22日欧盟的外长 会正式通过整个制裁方案之后 会向外披露出来 所谓的实体就还包括企业 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等等 当然中国只是欧盟这一次制裁中的一个部分 其他还有哪些国家的相关的个人实体会被制裁呢 这就还包括俄罗斯 利比亚 苏丹 朝鲜 一共是6个国家的11名官员 以及4个实体 制裁的法律依据是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 前面也提到了 是2020年12月份推出的 主要的制裁的手段就是资产冻结 以及旅行禁令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欧盟官员当时就已经放话了 在2021年第一季度就会推出一个制裁的名单 而且有效期是为期三年 所以综合时间线来看 欧盟的官员们还是按照自己承诺来兑现 当然现在也有批评意见 就指欧盟对中国有怀柔的嫌疑 第一个原因 这是一揽子的制裁 没有专门针对中国来进行制裁 第二点 援引的法律的框架是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 主要制裁的目标是个人以及实体 认为制裁的数量范围以及强度都有限 没有办法上升到一个政府层面的一个警告 再看看另外一边 中国驻欧盟的大使张明这段时间目测压力也是比较的大了 但就眼下情况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阻止3月22日欧盟对外来宣布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清单 或者是列表了 张明在稍早之前就对欧盟可能的一个制裁发表了批评 他说基于谎言的制裁可能会被解释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蓄意攻击 张明作为中国的外交官 他所提到的他所谓的谎言 主要指的就是西方的媒体政府以及一些议会 包括人权组织对中国在新疆的做法所提出的一些批评 那批评已经很多了 最核心的恐怕就是种族灭绝 此前美国加拿大的议会 荷兰的议会都已经跟进 就是认定在中国新疆发生了所谓的种族灭绝的行为 张明也好 中国的外交官也罢 还是整个中国政府的层面都已经多次否认了 所谓的种族灭绝有在新疆发生 但这一次欧盟的制裁来看呢 也是主要针对新疆的人权事件的 尽管欧盟并没有说种族灭绝这个词 接下去我们看一看美中关系 或者说是中美关系 在中美或者说美中高峰对话 3月18日就要举行之前 中国方面是打破了沉默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3月17日就在安克雷奇接受了中国的新华社 中国国际电视台凤凰卫视的联合采访 崔天凯一共是回答了五个问题 都回答的比较的简短 但看上去还是很明确的 当然这个是官方的一个公开的说法 中国和美国在谈判桌上 在谈判桌下还会有什么具体的交道 恐怕各界也都在观望观察之中 崔天凯回答的五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概括 其实就是三个方向 三个方面 第一点如何看待美方 在这一次高峰对话之前的一些举措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方向就是 中方对这一次的高峰对话 有什么期待 第三个问题就是更加具体了 中国会不会在双边的战略的峰会上 做妥协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新华社凤凰网其实都有问到 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在这一次峰会之前的一些大动作 这些动作比如说就包括 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出访日本 韩国 以及稍早之前美日印澳的首脑的视频峰会 以及最新的美国国务院就宣布 对中方的24位官员进行了制裁等等 中国方面是如何来看的 崔天凯至少是表达了这么两个意思 第一点美国和其他国家要发展双边关系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呢 中国方面就希望不要以第三国为目标 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 那简单说呢 就是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也不要以中国为目标 这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想法 崔天凯表达的第二个意思 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 就是就像有的人一个人走夜路 会唱歌给自己壮胆 其实没有多大用处 他就强调有什么问题要跟中方谈 尽管可以面对面摊开来谈 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就是问崔天凯 问中方对这一次的峰会会谈有什么期待 崔天凯的意思最核心的一句 他说简而言之 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 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 他说中方也不指望一次对话 就能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 崔天凯的这个简而言之的说法 当然有无穷尽的一个解读的空间 自然有不少人就批评他口惠而实不至 但咱们客观来说吧 这个语言本身还是很优美的 在过往的几年 因为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这个交恶 中国的外交官使用了大量的 所谓的战狼式的语言 当然中国外交官的同行 也没有少用这样的语言 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不堪和混乱 真的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那么回到崔天凯回答记者发言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方面在这一次的峰会中 会不会做出妥协 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国际电视台 来问到的 毫无疑问是经过北京方面 一个斟酌考虑最后来敲定的 崔天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显示出了一定的硬度 他就提到 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这样的一些核心利益上 中方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他说这个是要清楚表明的态度 那么如果说不涉及到核心利益 是不是中国方面会有一个让步呢 这个可能是弦外之音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 崔天凯似乎还幽默了一把 他说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一次带着诚意 来到阿拉斯加 这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 那我会建议北京的同事们 趁早取消这一次的旅行 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 希望有关人士丢掉这种幻想 崔天凯的这一番话 相信美国方面也正在进行解读 那么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外交上的这样的一种博弈 那是少不了的 就国际背景而言 最新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以及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 都对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 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表达了担忧 李显龙在接受BBC最新的一则采访时 就表示眼下的情况 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那比五年前是更有可能了 更大了 尽管他认为眼下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还不高 而陆克文的说法似乎就更直接一点 他说尽管中美双方都不希望战争 这种结果会出现 但是中美两个国家 或者说美中两国战略目标之间固有的冲突 以及双方关系的竞争性质 是可能使冲突甚至是战争不可避免的 陆克文还特别强调呢 战争就是这两个国家竞争失败的一个表现 陆克文就特别呼吁 这两个国家之间要确立一个联合战略的框架 来避免战争的发生 而这个框架是不是成功 他认为有个重大的标志 就是203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 他们是否避免了军事危机 其实不管是李显龙还是陆克文 他们的看法观点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认为中国的快速的发展 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迫径 综合实力的迫近 甚至是赶超 看上去是没有办法来避免的了 但是呢 在他们看来 战争是一个最坏的选择 战争是要死人的 最后看一则与汪洋有关的动态 也与新疆有关系 3月14日到3月17日 一共算下来是四天的时间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 同时也是新疆工作小组 协调小组的组长汪洋 就去到了新疆来做调研 一共是去到了几个城市 包括乌鲁木齐 喀什 图鲁藩 哈密 昌吉等地 就与当地的一些学者 少数民族的民众 宗教界的人士 干部等等吧 来进行一个 所谓的田野的调查和调研 其中央媒就特别提到 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访谈 它是用的一对一的形式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似乎也符合我们心目中 一般汪洋呈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粗略地算下来 汪洋应该已经是第四次 去到新疆来做调研了 在这一次的调研中 他就表示说 要坚持宗教的中国化的方向 以巩固去极端化的成果为基础 以依法管理宗教事物为保障 来引导新疆伊斯兰教 更好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核心的意思也就是这么几句话 比较有趣的是这样的一张照片 官方发布的 汪洋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位 新疆的老者 看上去是一本正经的战者 似乎有一些严肃 但是汪洋右手边的这样的一位 应该是他的随护 或者是新疆的官员 看上去就放松不少 手是搭在这个椅子的顶端 所以可能是一种矛盾的信息的传达 那就是新疆的内部 到底是紧张呢 喘不过气来呢 还是舒缓呢 人们心满意足呢 很多人都想知道 只不过我们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戴昂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再一次有请朋友们来支持我这样的一个频道 不以意识形态 不以政治观点 不以个人好物来影响我们看新闻 还是坚守一些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